中共十九屆無中全會於10月26號至29號 在北京舉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宣布 這次會議由300多名中共中央委員與候補委員到場 制定所謂的第十四個五年計劃 和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 面對中國經濟衰退 中共病毒疫情蔓延 中美新冷戰和西方世界圍堵等內外交困的局面 中共當局聲稱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可能會成為未來五年中國整體社會發展的目標 而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 則對中共中央等領導地位和領導體制等 做出全面規定 該條例還特別強調要維護習核心 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建也表示 中共反覆提倡的所謂雙循環經濟模式 足以證明中共經濟已經發生了極大危機 他以此作為一個砝碼 就像一個瘋狂的賭徒一樣 孤注一掷 用經濟要要挾全世界 所有的政府以他馬首是瞻 在這個樣的一個時刻的時候 他一下被他認定的敵對勢力的政治鐵拳 和經濟鐵拳打蒙了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再繼續復原 他自己的對外輸出的經濟能力 最近中共還高調紀念朝鮮戰爭70週年 習近平並發表強硬講話稱 國家主權、安全、領土、發展利益 一旦受損 將迎頭痛擊 在美中關係高度緊張之際 習近平這些講話被外界視為戰爭威脅 發展策略 從前幾天習近平談到了朝鮮的問題 釋放出的這種濃烈的戰爭意味 他必須要把國內的民粹才調動起來 中共他很明白 如果以西方世界對抗呢 是以卵即食 但是面臨著這種西方世界強大的圍剿之時呢 他也不可能坐以拜帝 他只能被逼無奈去選擇這樣一個負我反抗的方式 但這種方式的結局是非常悲慘的 他可能把全中國人民綁架到他的戰車上 就好像是相對一種恐怖主義 吳中全會召開前夕 中共黨內暗流湧動 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以及前總理朱鎔基最近接連現身 引發外界關注 9月底中共宣布對32個省區市和中央機關展開巡視 其中包括 京、金、戶、瑜四大直轄市的公安部、財政部、衛健委等部門 隨後 中共政法系統相繼有官員被查處 重慶與上海公安局長鄧恢林、龔道安先後落馬 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李偉被查 天津市長換人 江蘇省政法委書記、公安廳長王立科於10月24號主動投案 中共兩大黨媒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10月20號也突然更換社長 中央紀委監委網站24號公布 今年前三季度共處分39萬名幹部 包括18名省部級官員 當中33.7萬受黨籍處分 其實習近平他還在謀劃軍事方面的辯證 但是那是他作為軍委主席在軍隊的小圈子裡討論的問題 根本不會拿到五中全會的檯面上講的 外界分析 中共歷屆五中全會幾乎都充滿刀光劍營 目前中共政權內外交困 風雨飄搖 高層內鬥白熱化 五中全會前後是否會掀起更大的政治風暴 值得關注 再來一層 duel 在北方的工作 楊